别傻了,女人要是不喜欢你,一定有这四个反应 1.电话短信基本不回 面对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女人通常都不回短信,不接电话 你给她发的信息,她都视若无睹 其实她不是没有看到,就是不想理你 有可能你刚刚给她发完信息,看到她在朋友圈里发动态 但她就是不回你 其实这样的女人还是有良心的 因为她不喜欢你就直接拒绝你了 而不是三言两语的和你聊天,让你抱有希望 却又一次一次失望 2.对于你的邀约,她都很忙 这样拒绝你的女人分为两种 一种接过电话后直接拒绝你的邀约 理由就是很忙 这样的女人已经明显表露了她的意思 她不喜欢你,对你也没有兴趣 你放手对她对你都好 另一种,接过电话先行为你找她干嘛,去哪里,做什么 等你说完一大堆,她思考过后再拒绝你 说自己很忙,这样拒绝你的女人可以说是个渣女 因为她不是拒绝你,而是觉得你约她的事情,她不感兴趣 通俗点也就是她觉得你没有钱,很low 3.做事完全不顾忌你的感受 不管是两个人在一起,还是在外人面前 她都不会顾忌你的感受 言语中全是嫌弃和不满 经常拿你和其他男人做比较 然后挖苦你,讽刺你,说你不是个男人 对于这样的女人,你怎么做都感动不了她 因为在她心里,你就是配不上她的癞蛤蟆 她对你只有嫌弃和命令,和你在一起 姐仅仅是因为你还有一点点利用价值 4.对别的男人都比对你好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就冷言冷语,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就兴高采烈,懒到半夜都不想回家 这样的女人只能说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对她而言,你只是一个供她衣食住行的备胎 她喜欢的人都在外面,她不会和你分手 不会以为心里有你,而是因为她吃定你了 你既可以满足她的物质要求,又不会影响她外面的生活 爱一个人不容易,不要把精力放在那些不值得的人身上 男人,你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该爱的人也还有很多